第一位委員陳潔魯委員 什麼事? 馬總統的勞動政策白皮書一發出來 你們說降低法定公時 其實內涵是鼓勵勞資雙方透過協商縮短企業內的公時 而不是修法降低公時 既然稱為法定公時當然是指法律上的規定 怎麼是縮短法定公時就是必須透過修法才能夠達成的 對不對? 哪有會根本是你們真言說笑話 你們在昨天10月1號 馬總統發布的那個勞工勞資政策 然後你們就馬上在發新聞稿說 以部分勞團以民進黨所稱的馬總統政見競選跳票有所不符 這什麼意思? 還有這邊 還有一個 是說部分勞工團體聲稱所稱的指針政府 因透過勞資協商強制縮短法定公時 當然是要這樣子來處理 用法定的來處理啊 怎麼是透過勞工協商? 主委你說耶 對 跟我們報告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層次 一個是在民國97年的時候已經變成我們政策裡面一部分的就是所謂的鼓勵協商降低法定公時 法定公時是兩週八十四小時 我們鼓勵他用用協商的方式不用到兩週八十四小時的處理模式 所以我們為什麼通過勞動三法 為什麼在有關團體事業的部分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跟人生培訓 主委你講歪了齁 我現在講的是說你們跟著馬英九的勞資政策發表的勞資政策十月一號 你們就馬上發個新聞稿來罵勞工團體跟民進黨 各位報告您可能誤解 您可能誤解我們在澄清97年的時候的政策跟新的政見 蔡英文發表的勞工政策你們也是這樣子在發新聞稿 各位報告我們在講的是97年的時候的政策的部分 行政中立要 是鼓勵協商 是鼓勵協商 那現在目前西的部分 我請教你 你們要不要行政中立 要不要行政中立 跟委員報告當然要 當然要 那你們怎麼跟著馬總統跟著蔡英文就這樣發表這些文章 跟委員報告人家辭議 人家辭議老委會三年來對有關縮短工時的事情 沒有做任何的努力 這個是對老委會重大的一個指責 這個一定要是法定來處理 怎麼是透過勞工協商 那你什麼法都不用定 跟委員報告這是分階段不同的時間 有不同的處理模式 一開始我們希望能夠鼓勵勞資協商 減少社會的對立 減少社會付出成本 這樣的方式來做處理 當我們進行了一段時間 這件事情沒有辦法達到我們預期的目標的時候 我們再來就是用修法的方式來做解決 你們根本沒有行政中立 每次都是這樣子 蔡英文發出來的你們也發新聞稿 馬總統發出來的你們也發新聞稿 來罵這些團體罵這些政黨 你們是一個老委會而已 對外界對我們的誤會的部分 我們是一定要澄清的 如果不是過你同意 他沒揮發這個新聞稿嗎 各位報告對外界的質疑我們有解釋清楚的義務 這個沒有經過主委看過你們可以發出來嗎 各位報告外界對我們的質疑我們一定要澄清 好啦你不要這樣亂搞 我跟你講一定要中立 你們這樣子老委會這麼不中立 每次都跟著人家總統競選人發表的這個政策來隨即起舞 各位報告我們一定中立 我們一定中立 一定中立怎麼會這樣子隨著兩個總統候選人這樣子的政策來起舞 當外界質疑我們對縮短公使沒有進任何努力的時候 站在行政機關的政策表的角度我們一定是要澄清 至於是應該法定公使才對啊 怎麼是協商呢 白紙黑字寫得非常的清楚叫鼓勵協商 白紙黑字也清楚啊 你看你們這邊罵不斷 老委會不要再未來淹視馬政府的跳票 你們不要扭曲事實 跟委員報告我們該做的政策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盡力努力去做 老委會要中立要行政中立 跟委員報告外界對我們的質疑我們正在政策表的角度當然是要澄清 時間的關係 你不要這樣我時間 そうですね 生心障礙齁 領取老人的老人給付嘛 他的可能性就是說 他是 就業之後 就業之後呢 失能的 这个 就可以领失能年金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可是这些团体呢 觉得说 团体跟身心战争觉得说 这样子还不够 他们可能要 比如说这个年龄50岁 降到50岁 50岁什么原因呢 你这些肢体障碍 脊髓损伤 他们的体力绝对跟一般人不一样 那跟一般人不一样之下 是不是用一个年龄 如果说用经过评估 我们已经有经过这个评估机制 对不对 有修过吗 失能的评估机制 那用评估机制的话 恐怕他们都没办法 可是没办法要硬撑到65岁 这样公平吗 你觉得改到50岁 或者是说经过评估之后 可以来退休 你觉得这个这个条例怎么样 是公委员报告 是不是 当然要修法 当然要修法 不 主委你认为怎么样吗 不要让他们那个 你认为这个 公委员报告 这个是蛮有问题的 这个蛮有问题的 什么问题你说 最主要是说我们现在 我们这个劳保的 构资格勤零老年年金的 最低的年龄是55岁 已经是世界各国最低的 在其他各国来讲 像譬如说像法国的话 他至少要40年 你哪里有身心上爱 哪里有55岁 啊 没有55岁啊 我说最低情零老年年金 如果是一般身心上爱者 经过有没有 如果终身不能从事工作的话 这个时候呢 他可以不要到55岁 这个时候哪怕20几岁 30几岁 像肌肉萎缩啦 什么什么 经过评估 那个是一个条件嘛 那我们现在 他们是要求说 如果以年龄来限制的话 你觉得怎么样 加两个条件上去嘛 这个可能还有问题 因为身脏者来讲 他本身有分成重度啊 中度跟轻度啊 有很多中度跟轻度的来讲 他的平均余命 并没有比一般人少到哪里 但是如果是重度的话 刚刚已经报告过 包括私人年金的部分 他就可以领了 怎么没有呢 他们的体力跟一般人 完全是不一样 你即使他是轻度中度 你比如说肢体障碍 你看他每天的耗量 跟一般人 当然是多一倍两倍啊 但他的身体就提早衰退嘛 所以我觉得用年龄 或者是用两个条件啦 不要说一定经过评估 经过评估里面那个非常严格 很多人都通不过 好了 这个是我请那个 老委会要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 恐怕要修法啦 那么 现在 ICF在上路 我看将来 将来评估这个 要不要退职 要不要领年金 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要根据这个部分 ICF来做 你们现在评估机制的进度怎么样 跟委员报告 我们总共要花五年的时间 目前进到这个第三年了 老委会这边有没有在做评估机制 我们有进行一个评估机制 按照法律的 那你们那个表都出来没有 那个表 那个表还没有完全出来 因为我们目前 大部分的完成 现在还在进行一个 比如说 要将来训练一些评估人员啦 再加上在 那你这些评估机制 有没有邀请团体啦 或者是身心战士 来商量这个 我们有过 有过 找过他们一起来研究 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这个部分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表格都出来了 现在重要的是说 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机制 要必须上在学的故事 你要用什么码来评估 你们有没有 现在有没有确定啊 还没有 我们有 上次有跟委员报告过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个部分是工作能力的评估 我希望你们 在检讨这个 在制定这个部分 要用劳工团体代表 或者是身心障碍扁上 一定要他们参与 否则的话将来会差距 有些你们思考 一定会想不到的地方很多 是是是 而且我们就常常会跟委员 一定要邀请他们来参加 是是 好 那个 现在职业工会跟余会 基欠劳保肺 基欠多少你们知道吗 有几家 我是不是请总经理跟您说明 跟委员报告 职业工会大概约四十家 它是一个变动数字 但现在到就 它都一直在轻缴 到目前为止是十四家 好了十四家 那他不缴的话 人家这些劳工就领不到 这个给付 跟委员报告 我们保障劳工的权益 只要他有出示 他当作缴费的收据 对啊 他他没有缴 那个职业工会没有缴 他哪里来的收据 没有 因为会员缴给工会的时候 工会要给他收据 这是我们的规定 所以这八百多个人 我们几乎都 都保障到他们的权益 不是啦 一旦工会一欠缴的时候 我们除了去激吹之外 我们还会上新闻表 而且会通知到每一个被保险人 那些人是提不出 缴费工会给他的缴费证明 跟委员报告 假设有个案上我们都会协助 而且我们只要 只要是 跟委员报告就是 在基欠 工会基欠两个月的时候 我们就会通知到每一个被保险人 就说 这工会已经欠了 你不要再缴了 那以前你都 有缴的麻烦你 你们都拒绝很多暂停 暂停给付耶 有个案上我会来协助 很多劳工都领不到哦 你们还是站在工会这边在做事情 没有我们站在会员 现在基欠多少 基欠是差不多1200万左右 1200万 劳工跟余会 职业工会基建 我问的是 劳工本身还是职业工会 职业工会 欠的是大概1200多万 13亿8300多万 那是很多是职业工人 自己欠的 他自己欠的 工人自己欠的 不是工会欠的 工会欠的怎么是工人自己欠的 是不是会后我跟委员报告 提供数据给我 你会后提供 那个数据给我 那这个追讨的话 有需要多少时间 你们怎么不去追讨呢 我们都有去追 工会欠的你们怎么不去追讨 跟委员报 我们都有激催 也到行政执行 也必要的时候 我们也会查封他的财产 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追回来 我们都一直在进行这个程序 谢谢 谢谢 你之后 把那个资料 你是不是请人家过来说明一下 好不好 好 谢谢 陈委员 现在我们程序发言 我们黄淑英黄委员 谢谢